哈喽大家好,我是潮哥 今天用鸡心肉和杏鲍菇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下方菜 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 看了以后三分钟就能轻松的掌握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午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块新鲜的鸡心肉 接下来准备一把刀 我们要把鸡心肉的边料给它切掉一点不要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条 调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鸡心肉的片我们要切薄一点不要切得太厚了 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厚片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网里面 然后加入一勺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加入两勺的生抽 再加入一勺白糖 然后我们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我们要提前把鸡心肉给它腌制一下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要抓拌均匀以后 再打入一个鸡蛋清 鸡蛋清打进来以后 我们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加入了鸡蛋清 能让鸡心肉更加的滑嫩 所以我们要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最后我们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淀粉能锁住肉片成的水分 这样鸡心肉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要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 我们再加入一点食硬油 加点食硬油 炒鸡心肉的时候不会粘连在一起 而且滑嫩入味 所以我们这里要多抓拌一会儿 腌制二十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一个杏鲍菇 然后把杏鲍菇给它切成小段 断切好以后 再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杏鲍菇的片我们也要切薄一点 不要切得太厚了 如果切得太厚的话就不好吃了 全部切好以后也做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要加入清水 我们要把杏鲍菇给它清洗一下 所以我们要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 然后先放一边浸泡二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椒 把辣椒棒去掉以后将它切开 切开以后 我们把里面的辣椒籽 将它取出来不要了 再改刀把它切成零形块 青椒切好以后也做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红椒 把辣椒棒去掉不要 再将它切开 也把里面的辣椒籽将它取出来 再改刀把红椒给它切成条 最后再把它切成零形块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以后和青椒放在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然后直接给它剁成蒜末就可以了 蒜末切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腿皮的生姜 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我们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调个料汁 一勺黄豆酱 再加入一勺食饮盐 八十八粒鸡精 加入一点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少量的胡椒粉 再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先放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的杏鲍菇也浸泡好了 我们给它清洗干净 混水捞出来放到碗中 接着把锅中的水烧开 把杏鲍菇放到锅中给它焯水 主要是把杏鲍菇的草酸的味道给它去掉 大概焯水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一分钟过后我们捆水捞出来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烟之后把腌好的鸡心肉放到锅里给它翻炒一下 我们要把鸡心肉给它炒熟炒香炒至入味 所以我们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赛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炒好以后将它盛出来做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烟之后把姜蒜末全部放到锅里 给它翻炒一下炒出蒜香味 炒香以后再把青红椒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 把青红椒给它炒至断生 全部炒好以后我们再把鸡心肉加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把鸡心肉给它炒熟炒香以后 再把杏猫菇给它加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 让杏猫菇和鸡心肉给它融合在一起 翻炒均匀以后我们再把调好的料汁淋入进来 继续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 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给它炒至入味 翻炒均匀以后将它盛出来 将它做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特别下饭的鸡心肉炒杏猫菇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不管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的 就算是拿来找到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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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